市長你怎麼看說獨派說要推遷那個承諾不投降書 然後結果有150位的候選人有錢這樣子 那你怎麼看說蔡英文現在改打國際台有辦法來救全新嗎 這個抗中保台電視的情況 蔡英文說如果民進黨選輸 國際對台灣會改觀 我覺得他用這種情緒勒索是很不道德的 而且國際改觀什麼呢 對不對 如果說民進黨不執政國民黨拿到比較多的選票或是縣市 國民黨是主張兩岸和平的 那誰不主張兩岸和平呢 那民進黨主張兩岸戰爭嗎 國際不希望兩岸和平嗎 國際今天每天進口說不要戰爭啊不要戰爭啊 你看光一個俄乌戰爭把這些西方國家搞得多慘 對不對 美國的通貨膨脹到了9%10% 英國到了11% 首相都下台了 德國都逼著總理 明明是反中的總理 都要去帶著企業界到大陸去談生意了 烏克蘭跟俄國的戰爭 這麼這麼這麼局部的戰爭已經搞得世界大亂 如果台海發生戰爭 那是比俄烏戰爭還嚴重 十倍的戰爭多可怕 所以台海和平兩岸和平 這是任何人執政都必須要遵守的最重要的目標 那民進黨不希望兩岸和平嗎 對不對 那民進黨希望國際看台灣怎樣呢 是希望看台海打仗嗎 所以這點我覺得我不懂蔡英文講的話什麼意思 完全沒有道理 完全沒有道理 選民用選票來決定嘛 這個用情緒勒索幹什麼的 而且沒笑的啦 那民進黨那長官也有什麼事嗎 那他跟他聯繫一樣嗎 還不錯啦還不錯 昨天晚上我有從六點跟他在一起到九點多嘛 那他從聲論到中間的結問到這個結辯 準備都非常充分 那態度也很自然 然後呢聲音啊手勢啊都非常好 所以我認為今天不會有問題的 那他的表現一定會很好 而且他很用功啦 我覺得他花很多時間在這個講廣的準備啊等等 那我本來是跟他講說 今天上午他就應該閉關好好的準備 他說不行啦 今天上午還有四個市議員的開幕他要去啊 所以真的很辛苦 所以一方面還有跑市議員的這個總部的趕場 一方面還有準備辯論 很辛苦 不過我對他是非常有信心的 絕對沒問題的 那你怎麼看昨天高端的報警報警 還會不會來 怎麼會來要上班 對就是說你看那個時間的序列 10月27號晚上 這個衛福部三巨頭去看城市中 你農我農你想我我想你 搞了三個鐘頭 28號高端就不見 10月3號就通過 我認為他們就是怕今天的辯論 怕今天辯論呢 這個蔣黃鞍或這個黃山鞭提出質疑 所以趕快給他通過 讓你們沒話講 我們都通過啦 而且我們效果很好啊 比全世界其他疫苗都好啊 這完全是一樣演戲嘛 完全是這個配搭配好的 我覺得很糟糕啦 怎麼可以由魏伯部幫陳時中助選 住到這種地步 這是令人覺得喔 真的很噁心啦 很難過啦 我覺得朱學恆喔是血姓漢子啦 他平常講話就是這樣 作風就這樣 他大概心急啦 心急新出事的選情 不過朱學恆因為他是政治評論者嘛 所以他其實愛怎麼評論 有他的自由啦 所以我們尊重他 我們尊重他 那韓國瑜也好 朱立委也好 每個人有每個人的立場 每個人有每個人的選擇嘛 所以我覺得 我們尊重每個人的選擇啦 朱學恆要講什麼 韓國瑜要做什麼 我想我都尊重 我覺得整個社會應該尊重他們 你目前這一局啊 其實高雄他的爭議還蠻多 但感覺黨內好像不太敢崩臨跟人進 怎麼看 會不會互相對黨內必須要來團結 不是啊 你國民黨今天重兵都集結在新竹市了嘛 所以不管是韓國瑜啊 還有國內黨內其他大他也都去了 他們沒有邀請我 那就是因為我下午要去南投 早就安排好去幫南投市長 南投縣長這個站台啊助選啊 所以就沒有辦法去新竹 我想選舉還二十幾天嘛 對不對 大家各自努力啦 拼到最後看看到底誰贏誰輸 最後是選民做決定啦 就選民來決定到底要選誰這樣 董事長您之前拋說藍白的 可是董珊珊說 您的說法人不太嚇到 然後說什麼會生會贏 說不要來演 我想黃澤蘭因為他大概 候選人都比較緊張嘛 他也是老朋友的啦 那所以我其實選舉到現在沒有批評過他 我覺得大家努力去選嘛 我講的藍白河是說 在提名之前我就提出來了 我在今年的一月二十號跟二月十一號就提出來 我說那個時候在幾個重要的縣市 藍白應該共同推一個候選人 譬如說我們先做民調 哪一個人最高 譬如蔣萬安最高 那台北市就提蔣萬安嘛 新竹如果高還最高 那大家就提高鴻安嘛 那這樣他在集中選調嘛 民進黨喔現在掌握各種資源 你再也不結合喔 還要分裂喔 就選得很辛苦 但是他們都沒聽啊 沒有人理我啊 所以都各自提名了 那都提名就很難了喔 提名以後你說這要怎麼合 其實就很難了 那現在就看選民自己怎麼做決定嘛 我那是講之前的事情 我當時講說你看 你們不聽我才搞到今天這個地步嘛 那大家就以為說我講今天 不是今天今天來不及的 然後另外想請教 關於這個食藥署啊 他隔雲深夜的時候 通過的高端是有效力的 那是大家有自己說 那證據在哪裡 而且大家有自己說 這個決定過程 因為只有14位專家 是同意投票通過 就是說他有這個保護力 這個是不是也好像 不太就是有所謂的依據喔 那甚至大家有自己說 當初你沒有 你當初主導演 你將你已經給高端一位 可是因為像國際姿勢單議員 一大堆的 為什麼還要給高端一位 是不是直接也要取消 14前我就知道 他不可能取消他的 不可能不通過他的啦 那那天他們集體什麼 衛福部長啊 這個毛病生怎麼跑到陳時中那邊 我在想去討論這些事情 你今天如果不給他通過 所以取消了EUA 那已經打過你一百萬了怎麼辦 怎麼辦 那一百萬回過頭 叫你國賠的時候 你怎麼辦 所以他們之前的大賣玄虛喔 說哎呀再重新產場 鬼打架啦 一定會過的啦 認為不會過的老金有問題 就不懂民進黨 你懂得民進黨 他一定會給他過的 他怎麼可能給他不過呢 對不對 他給他不過 這問題很大啦 對不對 一百萬打過第一季的 三十萬打過三季的 你怎麼交代 你怎麼辦 那那些要不要重打你 就表示無效啦 他非要講他有效不可 他說講他無效 民進黨政府面子把哪裡掛 你現在原來花了四十幾 四十幾怎麼辦呢 所以他怎麼可能給他不過 你想這道理 他只是在那邊 演給你看而已 而且原來我們講說 十一月才會有結果 懸還嘛 那為什麼現在就有結果呢 因為怕影響 馬上要辯論啦 明天 陳時要上場辯論啦 如果假如要問他 說你高端到底有沒有效 對不對 為什麼搞到現在大家都打 然後EUA有沒有問題 他就怎麼講 剛剛現在講過了 你不要問 問的時候我告訴你 高端很好啊 效果都很好啊 沒有問題啊 都是整個套好招 整個是配好的 看了喔 大家真的很生氣 也很無難 但是也覺得很荒謬 一個荒謬悲喜劇吧 就是這樣子 結果就是這樣子 只是他把這個結果 我本來想說十一月 他也會隨他及格的 這次呢 就把他提早宣派 就是及格 因為公布一下這十四個委員 到底是誰啦 讓大家知道 讓這個歷史去罵他們 不能說躲在裡面 讓大家不知道是誰 那你那時候不能公布呢 你既然敢讓他過 美國都是直播 直播審查的 你不但不直播 關起門來 我們還不知道是誰 讓大家知道啊 讓大家看他們的水 讓大家吐他們的口水 讓大家知道是誰 不是這樣子嗎 我覺得事無不可對人言啊 你不是民進黨都是講什麼 開大門走大陸啊 一切都可以公開嗎 你為什麼不公開呢 那這次比較有關於故宮的徵用 因為故宮院長他有接受專訪 他一次Amy他說 當初打破文物 只是因為一個誤會的翻轉 就是變成一個簡單的智慧 那之前如果這麼簡單 為什麼要調查半年 那就是因為只包不住 我最後才懲處 那這麼多的誤會 如果這麼多來得多個幾次的話 那是不是這個文物從頭的長到 不過他這個根本不成理由啦 所以這個箱裡面 裝了六件寶物 然後呢 工作員拿出四件來 剩下兩件放在裡面 然後接曬的工作員就不知道 以為六件都被拿走了 不知道裡面有兩件 然後看那個布呢 有點皺 想要換那個布 就不小心把箱子打翻了 就掉下來了 然後接到一件 另外一件打過 聽起來好像神話一樣 是什麼呢 第一個 第一個人拿走四件 他跟第二個講說 我裡面還有兩件 那另外第二個人來了 摸一摸看一看 這都是寶物耶 古物耶 你只要仔細的檢查 那好吧 你就算是想換布 怎麼會把箱子翻過來呢 我沒有辦法想像 我一個箱子裡面 裡面有布 放了六件 四件拿走 那難道另外兩件藏在布下面嗎 這也很怪啊 好吧 就算藏在布 假如說他洗 不可能說原來六件都在布上 四件拿走以後 這兩件 放到布下對不對 如果原來六件都在布下面 那你就知道說 我布公都是下面有布 上面有布 所以呢 我要摸一下它 這 我們任何人沒有收過訓練都知道 這是古物這麼貴重的 對不對 然後好吧 就算你 我這樣想啊 上面鋪個布 下面兩個寶物 就算你把布掀掉 你也不會把箱子翻過來啊 你幹嘛 你幹嘛要翻那個箱呢 我怎麼也想不出來那個場景 是怎麼造成的呢 那這就發生了 所以顯示那裡面問題重重嘛 對不對 也沒有什麼 這本來應該有一個SOP的 該怎麼做該怎麼 好像也沒有 然後如果現在講的這麼簡單發生了 立刻就知道了 好他們調查半年調查一年了 對不對 調查這麼久是幹嘛呢 就讓人覺得很奇怪 那這有什麼好密呢 什麼好保密呢 本來你搞五米茶 去當故宮博物院的 就是大錯 它是一個大台獨 你蔡英文不知道 一個大台獨 它怎麼會珍惜 這個故宮博物裡面的這些穀物嗎 它根本不會 它根本那個心也不在那裡 也不會愛這些東西嘛 對不對 甚至民黨有些人說要還 還給大陸 你這樣的心態 去當故宮博物院的 你是什麼意思 我是不懂的 那麼多人可以派決 那麼多專家可以派決 你派一個意識形態這麼強的 然後對古屋又不懂的人 你什麼意思